各位张外奔 我是金会 我目前还在武汉航空这个疫区 我想大家汇报一下 目前我们整个湖泊 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 现在已经有九万多人次 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 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 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 他会传染在他身边的14个人 那么这个激素就很大了 现在正是陈姐家气决定 天南地步有点 亲戚朋友 子女都往家里干 都是为了河家团员 在一起 七余顿 判天翻 现在情况可出 我希望大家 不要出门 不要聚会 不要聚传 陈姐年年幼 只要人平安 大家都可以随时陪着陪着在一起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针对胡伯生 医疗物资情况 现在武汉市 正本医疗系统 及胡伯生的 正本医疗系统 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上级 危机卫 及各个省政部门 市政部分政府 透过各大媒体 在上社会法器 五字五卷 这个五字 是医疗物资 例如说我现在 带领护目镜 带领 一次性的抠照 带领一次性的收套 从上三个个名字 甚至是个个库 这个五字 特别精确 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 发自从隐藏下来的 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一线 我现在相当于就是在货线上 给大家录这个录像 就是我要让大家一起精确 我再强调一次 春节放假期间 不要错问 就自己在自己的屋里呆动 要不然 我的钱房平民 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法 我的情人 他们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知道 有些情绪不在群里面 听看到我这些消息的人 相互打电话 相互通知 一定要做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 提好人事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而且报告有 大家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 这个 行刑 冠状病毒 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 也就是说 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 这是要命令 那他的感染机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 一个人得伤了这种病 传染身边14个人 那么他是请爆发性质量 我们大家 一定要了解 不要出门 不要窗门 不要集会 不要聚餐 谢谢大家 我 就 rescued 我 可以